大家好 您现在收看的是来自六度辩论的内容 中国正在为发展中国家加油 北京对平等的承诺是霸权的幌子 外交政策作者罗伯特·曼宁 史听生中心及其重新构想大战略计划的杰出研究员 去年12月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越南期间 核内宣布支持中国提出的命运共同体 北京对此表示欢迎 中国想要一个自己设计的后美国世界秩序 尽管习的愿景既雄心勃勃又模糊 但北京正在将其专案主要建立在公共产品的声望上 包括现在不稳定的1万亿美元贷款 自掌权以来 习已经建立了现有的 有时仍处于萌芽状态的以中国为中心的组织 上海合作组织SCO 由巴西 俄罗斯 印度 中国 南非 以及现在的其他四个国家组成的金砖国家集团 以及亚洲相互协作与建立信任措施会议亚信 这是一个欧亚谈话场所 在过去三年中 更多的倡议被添加到这个字母汤中 全球安全倡议 GSI 全球文明倡议 GCI 和全球发展倡议 GDI 但是 尽管其中许多专案可能对全球南方有吸引力 但目前尚不清楚这些国家是否真的想要一个后美国的未来 更不用说北京主导的未来了 中国的多边主义愿景是其霸权野心的伪装 而不是真诚的目标 目前以美国为首的体系正在破裂 以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七国集团G7GDP 已降至全球GDP的30%左右 略低于金砖国家 从气候到减贫等许多承诺都失败了 这让一些国家接受了中国的提议 这些提议声称要培养一种民主多边主义的敏感性 及基于美国领导的秩序对立面的合作 军事联盟被拒绝为冷战遗物 人权以经济为中心 政治权利 少数人权利 司法独立和言论自由因此受到限制 北京声称提供了一条非西方的发展道路 并暗示中国的国家驱动模式是另一种选择 中国对美国管理权的初步取代并非巧合 这与北京的举措所描绘的想象中的虚假乌托邦无关 然而 到目前为止 所有这些都是令人向往的 虽然上海合作组织 金砖国家和亚信是空谈 但他们并没有取得重大成就 当哈萨克发生危机时 干预的是俄罗斯 而不是上海合作组织 当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 普京 布拉基米尔 入侵乌克兰时 北京无视其所谓的主权和不干涉核心原则的违反 尽管习过度扩张 但北京对领导力的供需都存在不足 全球南方也存在大量的多方结盟和对冲 习可能会像他在2014年亚信会议上那样发表亚洲人为亚洲人的演讲 但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侵略以及在韩国萨德等专案上对邻国的欺凌决定了应对措施 作为回应 美国的同盟关系得到加强 亚洲内部的合作也在不断深化 即使中国经济步履蹒跚 发展中国家对中国债权人的债务增加 一带一路贷款和投资减少 北京仍然拥有巨大的全球经济足迹 但是 习对多方结盟的全球南方的吸引力会消退吗 只要问问辛巴威或斯里兰卡的债务人关于一带一路倡议 BRI 问问菲律宾海事官员关于尊重主权的问题 或者问气候活动家关于世界上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的问题 皮尤研究中心2023年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 在接受调查的24个国家中 三分之二的受访者对中国持负面看法 包括巴西 印度和韩国 2017年 皮尤民意调查显示 印尼 菲律宾和越南的多数人将中国的崛起视为威胁 然而 北京表示其全球安全倡议得到了100多个国家的支持和赞赏 他呼吁承诺尊重所有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共同 全面 合作 和可持续的安全 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 以及通过对话和协商解决国家之间的分歧和争端 全球安全倡议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回圈版本 自1954年周恩来在签署中印协定后提出五项原则以来 五项原则一直是中国官方外交政策的支柱 从表面上看 有什么不喜欢的 对于全球南方的许多人来说 支援习的倡议不需要任何具体的成本或承诺 而拒绝这些倡议可能会冒犯中国 然而 在现实世界中 有些人比其他人更平等 但除了巴基斯坦之外 北京不是安全提供者 也没有一丝前台词 中国的大多数举措都只在使美国的权力失去合法性并取代美国的权力 在华盛顿的庇护下 存在的国家可能喜欢抱怨它 但他们不一定希望它消失 从理论上讲 互不侵犯 不干涉 尊重主权 和平解决争端 台湾为小国提供了不被大国欺负或胁迫的希望 在实践中 事情的发展方式有所不同 然而 随着中国经济和军事能力的增长 它已经演变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不干涉 看看中国对俄罗斯战争的沉默就知道了 这是对乌克兰主权的大规模侵犯 它现在淡化了战狼外交 以及它的经济胁迫 因为澳大利亚 立陶宛 菲律宾 台湾和其他国家突然发现 他们的许多出口产品都不受欢迎 对中国有任何丝毫的批评 北京正在扮演一些低风险的调解角色 但在世界重大问题上 中国的激进外交往往是烟雾和镜子 而不是解决问题 2023年2月 中国发布了针对乌克兰的12点和平计划 没有认真的外交跟进 中东特使翟军于10月下旬访问了该地区 随后 中国于下个月在北京主办了阿拉伯和伊斯兰领导人会议 呼吁结束以色列哈马斯战争 同样 没有效果 习的外交似乎对全球南方来说更像是表演性的 而不是实际解决问题 经常被引用的中国在2023年为脆弱的沙特伊朗缓和提供便利是一个例外 在北京举行的仪式反映了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 海湾地区经济关系日益密切 沙特试图提高对美国总统拜登的影响力 另一个习主义专案GCI呼吁进行对话 反映对文明多样性的尊重 似乎指在使美国的言论 表达自由和民主等普世价值概念合法化 所有文明都是平等的 所以让我们进行对话以增进理解 同样 对于全球南方国家来说点头是没有风险的 但影响不大 第三个方案 即GDI 是北京努力中最严重 可能最合法的方案 从概念上讲 它本质上是对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重新包装 减贫 粮食安全 绿色发展 气候行动等 一带一路倡议 将中国出口工业产能过剩的趋势制度化 鉴于中国有150个国家加入的大规模一带一路基础设施专案 全球南方至少有90个专案 以及中国自身的发展经验 它有一定的信誉 2022年以来 北京召开了一系列南南合作会议 推动全球发展倡议目标 然而随着中国金融危机和发展中国家债务的增加 中国占发展中国家债务总额的37%左右 一带一路贷款缩水了90%以上 一带一路倡议的规模缩小了 重点是IT连接和绿色技术 然而 目前一带一路倡议贷款中 有58%是以救助贷款的形式向中国债务国提供的 尽管北京是世界上最大的双边债权国 但北京尚未加入以七国集团为中心的巴黎俱乐部 以重组发展中国家债务 尽管承诺加入20国集团共同框架 但中国只是偶尔与之合作 相反 北京经常阻挠其他债权人的债务减免努力 对债务人采取双边行动 尽管如此 美国和七国集团G7的问题在于 他们没有改革和扩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和世界银行 World Bank的资源来缓解债务危机 也没有在全球南方提供类似的基础设施 一带一路倡议和以美元为象征的美国 七国集团G7主导地位的布满是金砖国家的驱动力 中国的经济规模超过所有其他成员国的总和 他认为金砖国家在扩张过程中 是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网络 即使不是布雷顿森林机构的竞争对手 许多成员国认为它更像是一个展示新的多极化对抗七国集团的平台 但其议程却截然不同 例如 印度和巴西有自己的雄心壮志 要成为全球南方的代言人 这在去年新德里举行的G20会议上就很明显了 这是习跳过的第一次会议 新德里对说明北京没失魔兴趣 当谈到新金融秩序和去美元化的希望时 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是小啤酒 尽管制定了去美元化的目标 但其330亿美元的项目贷款中约有三分之二十美元 大家好 我是今天辩论的主持人六五田 非常感谢你们的参与 今天我们将探讨一场颇具深度和广度的话题 当前我们都知道在全球大舞台上 中国的角色已经不容忽视 中国也积极在全球范围内展开各种程序和计划 以提升其在世界中文影响力 同时也积极推动全球的经济发展 翻开地球的另一边 我们可以看到全球南方的一系列国家 正在经历他们自己的重大变革和挑战 然而在这个大围景下 我们今天的辩论话题是中国的全球计划 例如一带一路倡议是否对全球南方国家有吸引力 与此同时 这些全球南方国家是否真正想要一个后美国 即中国主导的未来 解释其中 中国对这些全球南方国家 恪守自己的平等的沉默又是如何呢 这个话题非常多元且具有深度 它涉及到全球政策 经济甚至是文化影响 在此过程中 我希望我们所有变手们都能够积极投身其中 提供独特的见解和观点 我期待你们充满热情的辩论 你们的每一个观点和看法都能激发我们的思考 让我们对这个话题有更深入和多元的理解 今天让我们一起打开思想的窗口 请您各方的声音带着开放的态度和求真的精神 共同探讨这一重要问题 我是正方变手涛涛 我坚信中国的全球计划 例如一带一路倡议 是对全球南方国家有吸引力的 我们需要理性 科学且全面地看待中国的全球计划 和其对全球南方国家的影响 而一味的偏激和断章取义 将会导致我们陷入主观和片面的误区 问题的核心是在于 全球南方国家对于中国主导的未来 是否有真诚的期待 是否真心地接受 在一些媒体和西方学者的论述中 中国的全球计划 似乎被描绘为一种 在全球南方国家中扩张影响力的工具 中国的多边主义 是否霸权主义的伪装在我看来是片面和偏激的 实际上 主张多边主义已经是国际间通行的准则和行为方式 中国对公平公正的主张并不是表面的应酬 而是真诚的希望 事实上 中方的一带一路倡议 不仅在经济上对南方国家有实际的帮助 而且还在实现更加公平公正的国际秩序方面 提供新的视角和方向 我们不能忽视的一个事实是 目前以美国为首的体系正在破裂 一带一路倡议 无论在国际帮助 还是在推动全球南方的经济发展上 都具有实际的贡献 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重新包装 正在推动全球南方朝着可持续发展的方向迈进 在全球南方得益于一带一路倡议的投入 让这些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发展得以加速 扶平、食品安全、绿色发展等领域也得到了明显的进步 中国的全球计划也是其对平等和尊重的承诺的具体体现 事实上 中国的对外政策是建立在平等对待所有国家的原则基础之上的 在中国官方的外交政策中 五项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一直是基石 这五项原则包括互相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 这五项原则其实具体地解释了中国的全球计划 对全球南方国家的影响和态度 也是中国对待全球南方国家的标准和导向 同时 中国全球计划中的各种措施和政策 包括新金融秩序和去美元化的希望 都是在为全球南方国家提供更好的发展环境和机会 相对于美国七国集团G7主导地位的不满 中国为全球南方国家提供了第二种选择 这一选择基于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原则 以及对平等公正的追求 因此具有极大的吸引力 尽管中国的全球计划在实施过程中遇到一些挑战和阻力 但我认为这是任何一个全球计划在实施过程中都无法避免的 最核心的问题是中国是否有着良好的信誉和决心 在我看来 中国不仅有着良好的信誉和决心 而且还有着强大的实力和经济基础 这是中国全球计划能够成功的基础 也是中国对全球南方国家有吸引力的原因 在此 我坚决地支持中国的全球计划 并认为这对全球南方国家具有吸引力 中国对平等和尊重的承诺并不是假象 而是真诚的目标 我期待大家能够理解并认同我的观点 谢谢 我是反方变手芽芽 我对于中国的全球计划 例如一带一路倡议 对全球南方国家的吸引力持反对意见 当我们在评估中国的全球政策和其对全球南方国家的影响时 我们必须要理性 全面且深入地分析了解 为了支持我的观念 我会引用多种权威数据和历史事实 首先 我们要明白的一点是 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给全球南方国家带来的后果并不都是积极的 比如 2017年 斯里兰卡政府因为无法偿还中国提供的一带一路项目贷款 不得不以99年租期将南部的汉班托塔港口交给了中国 这个案例清晰地说明了 中国的全球策略并不一定对全球南方国家有利 反之 中国可能正是在利用这些国家的经济困难 进一步推进自己的的原政治利益 再者 我们不能忽视的是 中国的全球计划对全球南方国家的影响并不只是经济层面的 更是涉及到政治 主权等重要层面 比如 南海问题一直是困扰东南亚诸多国家的难题 中国在此问题上的强硬态度 明显与对全球南方国家的尊重和平等的承诺相矛盾 其实 很多全球南方国家并不真心希望有一个由中国主导的未来 皮尤研究中心的数据也可以证明这一点 在接受调查的24个国家中 有三分之二的受访者对中国持有负面看法 这包括巴西 印度和韩国 而这些国家正是现在被中国广泛加大投资力度的南方国家 此外 我们还可以看到 中国的全球计划中 包括全球安全倡议在内的许多承诺 在现实层面并没有得到兑现 例如 中国在乌克兰危机以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事件中 并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主权和不干涉的原则 反而呈现出明显的沉默和规避 对此 我们不得不质疑中国的信誉 并对其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承诺表示怀疑 综上 中国全球计划带给的并不都是积极和正面的影响 全球南方国家接纳中国的全球计划 并不代表他们对中国的完全接受和信任 更不能证明中国的全球计划就是对全球南方国家有吸引力 各方在关注中国全球计划的同时 也应注意其背后可能带来的挑战和问题 同时 中国的一些行为也对其承诺的平等和尊重策略提出了质疑 比如 在与南海诸多国家的主权争端中 中国采取了强硬的立场 而在疆域冲突等问题上 中国的非干涉政策又何在 这都让我们对中国真挚地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承诺产生了质疑 因此 我认为 中国的全球计划 如一带一路倡议 对全球南方国家的吸引力 并未能完全达到预期的效果 其对待全球南方国家的平等和尊重 也存在诸多偏差 谢谢大家 正方便手滔滔地反驳发言 首先 我想要指出的是 牙牙在辩论中引用了一些不够具体的事实 这让人难以理解和接受她的观点 例如她提到中国的全球计划 并未能对全球南方国家产生足够的吸引力 这一观点并未给出具体的证据和理由 实际上 数据显示 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 许多全球南方国家纷纷加入 这已经证明了中国全球计划 对全球南方国家的广大吸引力 其次 牙牙所提的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强硬立场 我认为 这并不能反驳我对中国全球计划的认同 南海问题是一个复杂的地缘政治问题 涉及多个国家的领土和主权 中国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 并不能代表其在全球南方国家上的全部政策 事实上 中国一直坚决主张和平解决南海争端 坚决主张通过直接对话解决问题 另外 中国全球计划中的许多承诺 都对全球南方国家产生了积极影响 比如 中国全球计划中的一带一路倡议 通过投资基础设施建设 推动全球南方国家的经济发展 提高了这些国家的生活水平 牙牙对中国在全球南方国家上的政策 持有谨慎甚至质疑的态度 这与我所看到的事实大相径庭 作为一个客观公正的辩论者 我必须指出 他的观点存在误导性 并提醒所有人以事实为依据 深入理解中国的全球计划 对全球南方国家的真正影响 反方便手牙牙的反驳发言 我是反方便手牙牙 我认为滔滔在辩论中的观点存在一些漏洞和问题 首先 对于全球南方国家是否真心期待一个由中国主导的未来 滔滔提出了许多偏向中国的观点 但这些观点都没有给出具体的证据来支持 滔滔辩论中的某些观点 比如中国在全球南方国家推动平等公正是基于其官方外交政策的五项原则 这一观点并没有考虑到在实际执行过程中的许多影响和种种问题 滔滔在辩论中还提到 中国全球计划中的一带一路倡议对全球南方国家的经济发展 提高了这些国家的生活水平 然而 这不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全部影响 我们必须同时考虑到这一倡议可能带来的风险和问题 例如 一带一路倡议的贷款可能增加全球南方国家的债务负担 把这些国家推向债务危机的边缘 至于南海问题 滔滔明确表示 这一问题不能代表中国在全球南方国家上的全部政策 我同意南海问题是一个具有复杂性的地理政治问题 但是中国在这一问题上的强硬立场确实不能被忽视 这不仅对中国声称的将平等和尊重的原则应用于全球南方国家提出了质疑 也对中国的全球计划产生了质疑 在此过程中 我认为我们需要对中国的全球计划进行全面 实事求是的分析 不应仅仅从积极的一面来看待问题 正方变手滔滔的再次发言 我是正方变手滔滔 在刚刚的反驳中 牙牙对我有所质疑 现在我要进行回应 在我上一回合辩论中 我确实提到了中国的全球计划 并给出了我个人的见解 然而 我想要强调的是 我并没有主观地忽视该计划中可能存在的某些问题 相反 我始终坚持着有理有据地支持我的观点 首先 在全球南方国家可能面临的债务问题上 我并不否认一带一路倡议可能会带来的风险 但我仍然认为 这个计划在总体上对全球南方国家是有利的 按照世界银行的数据 截止到2021年 一带一路的项目已经覆盖了70多个参与国 并且已经为这些国家带来了近4万亿美元的增长 据估计 到2030年 一带一路会使全球70%的人口得到实质性的收益 对于南海问题 我承认这是一个争议性的问题 然而 我认为我们将南海问题政治化 将其作为评估中国全球计划的主要依据是不够有利的 我们必须将其看作是一个分隔开的特殊问题 不能代表中国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态度和政策 实际上 中国在处理南海问题上一直遵循和平协商解决争议的原则 只要我们用全面 实事求是的方式去看待中国的全球计划 我们就能够看清楚其对全球南方国家的真实影响 以及中国的真诚和决心 实际上 中国在关注本国利益的同时 也重视全球公平与公正 这体现在其对全球南方国家的着力帮助与支持上 反方便手牙牙的再次发言 我是反方便手牙牙 我对滔滔的观点持有反驳意见 首先 滔滔在辩论中对一些问题的态度过于片面 例如 对南海问题的处理 滔滔认为不能将其作为评估中国全球计划的主要依据 但我认为 在南海问题上 中国的强硬态度能够反映出其在全球南方国家的行为方式和策略 这是我们必须予以关注的一项指标 虽然一带一路项目对全球南方国家的经济发展有一定的贡献 但是 这个项目带来的债务危机也是不可忽视的 例如 根据伦敦大学亚洲研究学院2018年的报告 八个参与一带一路向目的国家面临严重的债务风险 这包括了巴基斯坦 蒙古 老挝和马尔代夫等国 这显示了一带一路向目的负面影响 并且证明了中国的全球计划对全球南方国家的吸引力 并不如滔滔所说的那么大 在滔滔的辩论中 他一直主张中国的全球计划是平等公正的 但这忽略了中国的某些行动对这个原则的挑战 例如 在全球南方国家中 中国的经济影响力正逐渐强大 但这种影响力带来的问题也不可忽视 比如 加剧全球南方国家的经济不平等 以及引发异性的依赖关系等等 总的来说 我并不认同中国的全球计划对全球南方国家有吸引力 我也对中国对待全球南方国家的平等和尊重的承诺表示质疑 我是评委钟明峰教授 我很高兴看到 正方和反方的变手都进行了深入严谨的论述 全面地探讨了 中国的全球计划是否对全球南方国家有吸引力 以及中国是否真实地对待全球南方国家的平等和尊重 首先 变手滔滔展现出了扎实的论述基础与深入的理解 他引用了大量的历史事实和权威数据 从多个角度论述了中国的全球计划对全球南方国家的影响 他积极地阐述了中国政策的积极影响 对全球南方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他还强调了中国对平等和尊重的承诺 并指出中国的全球计划是基于平等和公正原则的 反方变手牙牙则提出了对滔滔观点的质疑和反驳 他指出了中国全球计划可能存在的风险和问题 并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案例来支持他的观点 他对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表示质疑 并认为中国的全球计划并未完全达到预期的效果 在评价辩论时 我们应该从多个角度综合考虑 中国的全球计划无疑对全球南方国家产生了积极影响 例如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合作促进了这些国家的发展 然而 我们也不能忽视其中可能存在的问题和挑战 例如债务问题和地缘政治争端 在我看来 这场辩论提醒我们要客观 全面地看待中国的全球计划 不要过于偏激和片面地评判 中国的全球计划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需要我们从经济 政治 文化等多个角度进行分析和评估 我们应该鼓励更多的讨论和研究 以深入了解中国的全球计划 对全球南方国家的影响 并为全球南方国家的发展和繁荣 做出积极贡献 最后 我希望观众们也能够参与到这个讨论中来 分享你们对中国的全球计划的想法和观点 你对中国的全球计划有什么样的想法 你认为中国的全球计划 对全球南方国家有吸引力吗 请分享你的观点和看法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世界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 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A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请不吝点赞订阅